中共在阿根廷建太空战,强化美洲情汇能力,中共近年积极提升全球战略实力,包括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开疆拓土。 纽约时报28日指出,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Patagonia,上一座中共军方所属的太空战,已是北京势力进入拉美的一大重要象征,对美国在该区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形成威胁。 据报道,一座重达450吨,约达16层楼高,拥有庞大叠型天线的金属巨塔,在一望无际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微微耸立。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市资5000万美元建造的卫星与太空任务控制站,是中国探阅工程的其中一个海外监测中心,已于今年3月开始运作。 虽然,阿根廷政府表示,乐意协助中国这项任务,但有时揭露中阿两国在秘密协商建造这座太空战时,阿根廷正急需外国资金,已疏解台证困境。 由于这座太空战,可以强化中共在美洲的情报汇集能力,阿根廷内部也因此忧心,国家可能被拉入中共的战略轨道。 美国过去十年疏忽金融拉美,包括奥巴马政府投入重返亚洲战略,以及川普上台后在与盟国的经济,防卫承诺上渐行渐远。 中共,却悄无声息地在拉美地区放长线,例如扩大贸易交流,先驻大型基础建设,强化与各国的军事关系,对当地政府纾困。 以便细住拉美国家的命运,独揽庞大资源阿根廷因为无法履行约一千亿美元的国债,而被被国际借贷市场列为拒绝网来户。 北京在此时捧着大把钞票上门,对阿根廷时任总统费南德兹,Christina Fernandez-Forkner,来说宛如上帝派来的救星。 这也是中共得以在当地兴建太空战的原因,尽管阿根廷官员表示,北京承诺不会将太空战用于军事。 但专家指出,这项科技本身就有许多战略用途。 奥巴马时代主掌武器管制的助理国务卿罗斯Frank A. Rose,表示对于中共近年的太空计划, 极大力发展先进科技,以干扰和破坏卫星通讯之举。 美国的情报和国防官员均密切留意,且忧心,中方正在开展的战力将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 其中有许多层面来自于太空研究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美国国会前调查员,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彬DHM, 形容这座太空站的巨大天线就像吸尘器一样能搜集讯号、数据等各种资讯。 对中方的情报和谍战能力,大有助于五角大厦发言人罗根Christopher Logan, 则表示美方正在评估这座太空站的影响纽石令指出, 部分拉美国家的领袖也逐渐对自己国家与中共的关系, 其担心过去的政府已让国家背上庞大债务出卖了国家的未来。